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红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画我的家人 那这是我的岳母 然后还有我的大儿子 我的岳母去年和我的岳父来到美国这里来看我们 然后有一天下午他们在一起包水饺 然后我的岳母就教我的大儿子怎么包水饺 然后有点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感觉 那个时候光纤很漂亮我就拍了这一张 那我非常喜欢的时候我就决定把它画下来 那其实春节这种假期对我来讲 真的就是家人相聚的时候 那当然在美国这里过节的气氛比较少一点 当然还是可以 你还是可以买年菜啊 在家里吃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和我的父母 或是我和我的岳父岳母比较不容易能够见面 所以就是都说每逢佳节被私亲嘛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画这一幅水彩 这幅水彩说实在的画的有点小吃力 因为我用的纸比我平常用的稍微大了一些 那这一张可能大概有到四开左右的大小 那我画比较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两个人的脸 还有表情都画进去 那虽然我没有画得非常的细腻 但是还是希望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表情 那人本来就不容易画 那我这次还一次画两个人 然后加上他们的角度 还有光线其实都还蛮特别的 所以这一张其实并不是很好画 但是我非常享受这其中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画自己的家人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好那线稿打完了之后 其实我线稿大概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才打完的 那现在就开始画第一层的渲染 第一层的渲染把肤色的颜色给铺上去 那颜色不需要太浓 稍微多一点的水分没有问题 因为皮肤本来就是有点透明的 那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有提过 就是肤色保持通透度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开始就画得太暗的话 很容易就画糊 那就会看起来比较脏 那我第一层渲染两边的人物 一起画下去 那我画完右边我岳母的部分的时候 我儿子他脸部的渲染就干了 我就可以开始画第二层的渲染 第二层的渲染就可以开始把暗部给画进去 那说是暗部呢 这个暗部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暗 我只是稍微调一些比较不透明的颜色上去而已 所以画出来的感觉比较接近中间调 那这边注意的一点就是 如果能够把形给连接在一起的话 就尽量把形给连接在一起 那中间调画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的结构开始出来了 鼻子 它的额头 它的脸颊 这些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那因为这一张是我站着往下拍的 那它们的头又比较偏低 所以这个角度 一开始在打线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它们的位置比较特别 那光线部分呢 光是从右边的窗户进来的 但是因为桌子是白色的 所以光打在桌子上面反射到它们脸上 那个光其实非常的亮 所以我岳母她脸上的光源 其实是有点从下面打回来的 那说实在话 这个光其实不是这么的好看 从下往上的光通常是 像小朋友用手电筒从下往上照 半鬼脸的时候那种样子 是比较不寻常的 所以我在画我岳母的脸 她的明暗的时候 的确是感觉比较头痛一点 并不是说难画 而是要怎么样可以把它画得看起来 稍微自然一点 不会看起来画得很奇怪 那另外一方面是要怎么样画 不会把人画老 其实这个也蛮重要的 有时候有一些光线的关系 会让人的脸看起来 有些皱纹或者是结构 特别的明显 看起来就比较老一点 所以我在画这些暗部的时候 我尽量把型连接在一起 尽量不要画太多不必要的细节 好 现在脸部的结构光影 大概已经画出来了 那现在我就画头发的部分 那我儿子的头发是黑色的嘛 但是如果全部都画黑的话 可能看起来就会比较死板 所以我就加一些别的颜色 加一些蓝色 这是我习惯会做的事情 然后加一些比较紫色 alizarin crimson这些颜色 然后可以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 再继续补一些暗色上去 增加它的丰富的感觉 那头发一画上去 就会发现 其实刚刚画的脸部的中间调 其实看起来没有这么的暗 那尤其是它干了以后 会变淡 所以这边就知道 有些地方可以再加多深 所以这边眼镜打下来的头影 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部分 其实可以再加深一点 但是我并不想要整个暗部 都全部加深 一些重点的地方 稍微加深一点就好了 那这边把眼镜框给画进去 其实眼镜在这里 给我蛮大的帮助的 因为让我很清楚地看到 它的头的角度 这样帮助我可以把头的角度 还有它的心 抓得比较准一点 下巴这边加一些阴影上去 这边再补一些的阴影 头发遮蔽到头的地方 那头发的部分干呢 可以再加一层的暗部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把头发的一些 比较亮的地方 比较暗的地方 把它的层次画出来 好 现在画我岳母这里 她的头发 那她有染头发 所以她的头发比较红一点 就把这个颜色给画上去 那也是一样呢 头发画上去之后 整个脸 整个头看起来就比较有重心 那刚刚画的暗部 画的中间调 看起来也就没有这么的暗了 我的岳父岳母其实 很支持我在做YouTube的东西 我记得我的岳父说 就是我的岳母常常就会 在家里把我YouTube的视频放出来 然后她还说 她特别不把广告给按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虽然知道他们一直在看我 有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我走进房间 看到我太太在看我的视频 我也会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其实我内心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好 这边画她嘴巴牙齿的部分 其实牙齿我是不喜欢 一颗一颗全部画出来的 我觉得那样子的细节有点太多 那通常我就是把她的 里面的一个结构稍微画出来 有那个立体感就好了 那这边也是把一些暗部给画进去 她的眼睛还有她嘴角 把她的深度还有她的空间感给画出来 好 这边第二层头发的渲染 其实你看我儿子他的头发 刚刚画下去的时候非常的暗 现在看起来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暗了 其实水彩的暗度 你只能画到某个程度 因为你一直在加暗色上去的话 或许可以把它画得更暗 但是它就会越来越脏 所以通常我画到第三第四层之后 我可能就不会再画下去了 好 那干了之后我可以用我的橡皮 稍微往上面擦一擦 可以把一些多的铅笔印给擦掉 这样子看起来会稍微干净一点 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来画 衣服的部分 那我的儿子穿黑色的衣服 但是我不会把整个衣服都画成黑色 因为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可能就会太单调了 所以我先画一层暖色上去 那这个就会是 它黑色T恤的亮布 那到时候我再加一些暗布上去 那它的衣服上面有一个 in and out的logo 那我没有画上去 因为没有页配 所以我不画 好 开玩笑的 不是因为没有页配 而是我本来就觉得没有必要画 那突然有一个这个图出来 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碍眼 所以我就没有画 就画一个普通的T恤就是了 那加上一些不同的颜色 也可以把一个单调的黑色的T恤 画得稍微丰富一点 这边时钟师 把它的一些折痕给画出来 所以有冷暖的颜色 互相的交替 那再加上有一些暗布 看起来就稍微丰富一点 那我这边也开始画我岳母的衣服 它穿的颜色比较浅一点 所以我就调一个比较浅的灰色 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稍微画得暗一点 其实画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修整一下你之前画的脸的轮廓 所以如果脸画得太大 这边就是一个好的机会 可以把它小微修整的小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画上一些折痕 让它衣服的立体感 还有光感给画出来 好 这边就开始画手 那手也是不太好画的 然后我这一张有四只手 所以我真的是有点给自己找麻烦 不过手因为不是重点 所以你只要把它大概的结构感画出来 把它那个立体感画出来就好了 所以就是它的手关节那边少会画暗一点 然后它的手指前半段就比较有亮布的地方 就少让它有亮的感觉 那另外一只手也是把一些亮布留下来 然后其他的地方 就是很简单的把它的明暗关系给画出来 不需要每一根手指头一根一根的去画 就跟我刚刚讲的画牙齿的部分一样 就是把那个结构画出来 那在这个内容底下 大家知道你是在画手 其实这样就好了 那大部分的结构 还有透视打线稿的时候 就应该把它画好了 那这样子到时候你在画 水彩在上颜色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想得这么多 只要专注在明暗还有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线稿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尤其是在画人像的时候 右边的手的颜色 我们就一直抓下来到它影子的部分 所以能够连接的形 我们还是尽量的连接在一起 这边就把它手上的水脚皮 稍微画一下 然后把它一点点的一些暗部 把它画起来 增加它的立体感 该深入的地方还是要深进去 那我记得那天很好玩的 大家都有帮忙包水饺 我也有帮忙 然后那时候岳母就很有耐心的教 我的儿子怎么包 那我岳母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顾别人的一个妈妈 其实他们 我的岳母跟我岳父 其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照顾 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我觉得我的太太在他们身上 也学习到这些关爱 还有这些耐心 其实我对我的小孩蛮有耐心的 尤其是很吵闹的时候 因为我很怕吵 所以我的小孩在玩得很疯的时候 我通常会没有什么耐心 那但是我太太就不一样 我太太其实对吵杂的声音的包容力很强 然后她对他们也很有耐心 所以我觉得我太太在家里面 扮演子母的角色 应该就是从我岳父岳母身上所学习到的 好 那我继续把她衣服 有些地方可以再加深一点 因为毕竟她的衣服是黑色的 我想要稍微把它画得再暗一点 那我岳母她身上的衣服 其实也有一些暗部可以稍微的把它画进去一点 让她的立体感可以稍微更多一点 她的明暗对比稍微更清楚一点 但是不用画得太多 很多这些细节大概就是点到位置就好了 这边再稍微补一些的暗部还有细节 那这些都干了之后 我开始要画桌上的一些东西了 那当然就是水饺部分我会稍微画一些 然后那个铁碗里面有内线 但是我把那个铁碗画得稍微小了一点 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那如果照着那个大小画的话 我觉得会很碍眼 所以还是稍微自己调整一下 那思考一下位置和大小 怎么样对你这一张这一幅水彩比较有利 那桌上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会刻意的把它画得太多的细节 那大部分就是画得稍微轻松一点 因为重点还是在两个人 还有他们脸上的表情 那桌上的这些东西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背景 就是一个环境而已 少为让人家看得懂 其实就可以了 那在春节期间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和家人朋友相聚 那刚刚就说过在美国这里比较困难一点 其实我有时候回想到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台湾 那每年春节的时候我就会南下和我的亲戚 然后表堂兄弟姐妹相聚 然后一起放鞭炮啊 或是打牌啊 这些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大家都还小嘛 所以我觉得都感觉都很单纯 我觉得现在长大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事业 有的时候要聚在一起不太容易 那真的聚在一起的 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自己 可能也都成熟了吧 就觉得好像没有像小的时候一样 那么单纯 这么有趣的感觉 至少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不过有的时候就像现在在画的这幅画里面 有的时候和家人相遇 还是会有一些很温暖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这边就是把桌上的一些东西画起来 那大部分我就是会画的比较松散一点 那不用画的太细腻 让桌上感觉到有一些东西这样就好了 右边这边有一杯绿茶 把它画进去 桌子的旁边侧边的暗部画进去 那现在这个阶段我就可以开始画背景了 那这边画背景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把光感给画出来 那像我岳母旁边 他的肩膀还有他手背那边其实是很亮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少为暗一点的背景的话会看不出来 所以就把背景画进去 那画背景的时候我会用稍微大一点的笔 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个渲染干掉 尽量可以一起合成的画一大片渲染 然后大笔大笔的把它画进去 让它背景也可以感觉很干净 很通透 那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 我可以加一些的颜色进去 那照片里面后面有很多小朋友的玩具啊 杂七杂八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都画进去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其实后来我还有再把背景稍微再多画一点 稍微有些地方加深一点 然后把一些地方做一些照色 所以看起来稍微整体一点 那希望你喜欢这一次的话 还有这一次的视频 再次的在这边和你拜个年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我们下次再见啦